《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今天是美国的memorial day 这是一个法定假日 翻译成悼念日或者是要国商纪念日 日子定在每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 所以美国的家庭通常是连着上一个周末做一个初心计划 很多商家也把这天作为夏季的开始 快进入6月份了吧 很多海滩那些夏天营业的项目 通常从这个周末开始就营业了 很多商家会推出什么名orial day 大折扣促销活动 所以这一天呢 有着国家层面的政治意义 更有着民间的商业活动经济活动的社会意义 老百姓毕竟是要过日子的嘛 是吧 你国家宣传力度再大爱国主义 它不是喧嚣和口号喊出来的 爱国主义是在内心 某个国家政策一旦不利于人民的生活 甚至会摧毁普通百姓的生活 甚至摧毁百姓积攒的家业 那么这个政策一定是恶的 这个政权也一定是恶的 这是颠簸不破的常识 对吧 我在历史今天的栏目里 介绍过放弃德国国籍加入美国的爱因斯坦的说过一句话 国家是为人而建立 而人不是为国家生存 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 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 那咱们就想当一群人 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不同种族 还有着不同的祖国 是吧 当他们在一个制度之中 在一面旗帜之下获得了足以让他们自由的生活 和自由的去选择生活方式 以至于他们认为自己的子孙后代 都会获得同样自由和发展的时候 他们会因此而自发的热爱这个制度 热爱这面旗帜 所以我刚才说的 从心里说出来的 油然而生的爱国主义 为什么中共的官员们在国内有那么大的权力 能够捞这么多的钱 那不让孩子继续这份家业继续在那捞呢 坚定不移的把妻子孩子送到美国来 他们自己也清楚 自己举手赞成的所谓立国立民的政策是恶的 他们服务的那个政权是恶的 是长久不了的 不能让自己的人民发展 甚至断了生路不能把幸福传递下去的 也不能让最高权的拥有者 把安宁传给自己的后代 能不是恶的吗 还有一点可能不少朋友还不知道的 就是我看了一个美国的盖洛普调查报告 别说咱们朋友不知道 这个很接近半数的美国人都不知道 memorial day的来源 就像什么 怎么说 一辈子在自由的环境中生活的人 自由如同空气一样 随时就在自己的身边 你意识不到 人们只有无法呼吸的时刻才知道 人是一刻都无法离开空气的 你只有在失去自由的时刻才知道自由的可贵 前一段日子 美国不少地方把那个有南北战争的 这个南方将领那个雕像 那地方那个雕像都给拉倒了 出现这些事件 甚至其中不少还是当地议会举手通过的法律决定 那他们认为什么 说这些雕像意味着种族仇恨的存在 而这种推倒实际上并不能抹杀历史 而且却重新唤醒了仇恨 实际上即便在当年战争还在进行的时刻 人们已经开始学会放下仇恨 学会包容与共处 因为战争实在太惨烈了 双方这仗一打完 真王将士的遗骸都无法及时被各自取灰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都最后都葬在一起了 那认领就更加困难了 对吧 这亲人们来了 就不论是自己的孩子和丈夫 还是杀死自己孩子和丈夫的敌人 他一并的尽量去拔去杂草 献上鲜花 所以呢 我说很多朋友不了解的 就是美国人管这个共同的拜基真王将士这天 原来就叫做装饰日 Decoration day 这么来的 在那天拔杂草 献上花 Decoration 后来发展成了memorial day 就是memorial day的来源吧 就是为了国家牺牲的将士 都会受到人们的怀念 南北战争咱们知道是北方赢了 南方的士兵并没有变成什么 变成被镇压的反革命 南方士兵的家属也从来没有因为出身血统 还受到社会的歧视和迫害 胜利的一方 北方并没有定义 说你南方人写下的历史全是历史虚无主义 相反的歌颂南方制度 谴责北方军队残暴的电影《乱世佳人》 或者翻译成飘的《Gun with the wind》 还成了这个好莱坞最经典的作品 美国在历史上把赢得战争的北方士兵 描述成国家统一的功臣 输掉战争的南方士兵也不错 美国宪法精神的捍卫者 他们用牺牲共同完成了美国的人格养成 共同完成了一个自由而成熟的人民群体性格 所以说包容而不是仇恨 才是民族摆脱愚昧狭隘的基本标志 才是这个民族是否成熟 是否让人尊重 是否会拥有幸福的基础 你说像饺子一样的生产军舰挥舞原子弹 能把自己的人民关在家中 不定点的发送肉菜 这不是什么制度有始 那是制度有始 是吧 这一段时间呢 这中共高层拳斗已经白热化了 已经无法遮拦的不断表面化 人们实在是太渴望一种变化了 中国政坛现在也什么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别说中共基层官员 就连省部级的高级干部也都是不知所措 到底该跟谁走啊 中央两个声音啊 现行两个政策呀 是吧 海外评论也是各有千秋吧 对吧 比如说5月27号 上个周末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这个 简放思想 锐意进取的文章 那么就有评论很细心的就观察到了 这篇文章似乎有这个特点什么 透露了一种政治信号 虽然它不在人民日报的这个主要版面在第八版 但是文章通篇都围绕着邓小平为主的 这个江泽民为代表的 胡锦涛为代表的 中国共产党人 是如何进行改革开放 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强调邓小平理论 强调什么什么三代代表科学发展观 一人一个 对今天的习核心和所谓的思想只字不提 这好像看出是在明显的在贬低习近平 但实际上朋友们 这还不是完全是这么个观察角度 这篇文章其实是系列理论学习稿当中的一篇 是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撰写的 叫2022年的通俗理论读物 百年大党面对面 就这么一个读物其中的一个章节 实际上拿出这其中一个章节出来也不准确 人民日报实际上是从5月12号开始陆续登出了各个章节 27号刊登的这篇 所谓没有提到习近平的这篇 是系列读物中的第五部分 题目叫做《解放思想》 从内容来看的文章里面说的是很清楚 他说的就是2002年到2012年吧 正好是没有习近平当主席的时候 是16大到18大这个阶段 这的确就没有习近平 是吧 而之后在北京时间的30号31号 也就是今天早些时候 人民日报已经陆续刊登了 这个理论讲座系列的第六部分 第七部分 那还是充满了对习近平本人的歌颂 甚至更加肉麻 第六部分的题目叫做 自信自强 守正创新 相对描述 邓江湖的解放思想 锐意进取 他突出了习近平的创新是什么 是守正的 啥叫守正啊 就是说习近平是守护了中共的正统思想嘛 就是属于守护了老毛的那套东西 第七部分 这题目叫做什么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 好嘛 这意思就是你中共领袖如同一个个高山 但是习近平的思想是那个主峰 习近平比你们都高 这文中说了 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要想走在时代前列 就一刻不能没有伟大人物的引领 就一刻不能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 我想这句话上海群众都同意了 是吧 你不同意半个小时的六万证你都拿不到 我想起来一个故事 就是在中美关系蜜月时期 1987年吧 这个中美两国政府呢 达成协议签订了 叫美国向中国出口 改进55架次歼82飞机相关设备的合同 美国政府然后委托美国的克罗门公司 军火商承担歼82 基载电子设备的升级工作 这个事好多中国老百姓 绝大多数我想都不知道吧 是不是 哎呦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突然就没了呢 中共内部都保密 这个项目就是把飞机送到美国去 安装先进电子工程的这个项目代号叫82工程 对外名为什么叫和平珍珠 那个时候 美国是真心把中国当盟友来看了 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改进中共从苏联那里偷施 是所谓进行自行研发的歼82飞行的雷达系统基载电子设备 美国当时这个合同上说的很清楚呢 经过美国先进技术来整合歼82飞机 整合之后其基本性能与F16相当 两架歼82飞机是在1989年初运到美国的 美方人员试飞评估然后进行这个改进 中方派出了20名技术人员前往纽约长岛格鲁门公司工厂 然后去这个戴顿空军基地进行培训学习 你知道中国最顶尖的飞行设计师们对这个事情 他去了以后回来后他说什么吗 他们说太吓人了 这些年根本就不是追不上中美之间军事科技差距的问题 而是如果美国的科学家不告诉我们 他们不说我们就根本不知道 我们的强军之路整个方向颠倒了 跟现代军事科技的发展方向相反了 等于我们的科学界 我们的国防工业越努力 你反着跑吧 差距越大就越落后 后来咱们知道发生了8964 大家知道这个短暂的蜜月就结束了 中方通知美方停止和平珍珠计划 于是然后宣传也开始了 美帝国主义继续亡我之心不死了 说这个故事其实要告诉大家 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某一个伟人的手里 风险的确很大很大 这个伟人也许真的是很认真 全心全意热情的我将无我嘛 引领人民 这种在这个井山上吊死的这种领袖 他领导你能去哪呢 这关键 你这个方向搞错了不就完蛋了吗 时代的前列那也有两头嘛 你奔着倒数第一去狂奔 谁拦得住你呢 虽然对人民日报这篇文章观察的角度 仅仅是从一个章节来说习近平的踪影 我们觉得这个分析可能并不准确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观察 依然有着特殊意义 就是这个系列实际上是对于习近平的搞的那个历史决议 就是畜新几率设计的 给予他在二十大拥有连任合法性的 那个中共第三个历史决议 对那个决议具有着某种纠偏的表现 咱们知道在那个历史决议当中 对一些历史事件的阐述 跟以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也就是根本就不叫做什么历史决议 没起到历史作用 我一起做的就是巧妙的突出习近平的政治地位 怎么巧妙突出呢 说他说多一点呗 习近平的名字出现22次 毛泽东才有18次 邓小平出现6次 胡锦涛江泽民各一次 所以实际上是完全弱化 甚至接近否定邓江湖阶段的存在 那么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百年大党面对面这个理论系列 明确是给予了江湖时期肯定了 从篇幅来看 他至少也占据了七分之一的比重 那要比历史决议当中的二十二分之一强多了 也就是说习近平要让自己二十大连任的这个第三决议 没有得到党内完全认可 有人在打着继续深刻学习习近平思想的旗号 在悄悄的进行修改甚至颠覆 还一点就一点就更清楚了 你在现在全党关于疫情政策 这种对他这种政策的不满和反弹 就现在全国老百姓受到坚持清零政策的普遍枪害 你现在反而高唱习近平伟大 高唱对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等于什么 白市会上唱今天是个好日子嘛 你肯定在给习近平塑造反面心上大家讨厌的 对吧 对于人民日报第八版面的解读 尽管我和一些朋友们的观察角度不尽相同 但是有一点却是共通的 那就是什么 都看出来了人心思变 大家都在努力把中共高层出现的那些裂痕 想办法给它给扩大了给撕开了 让它裂的更宽点 让中国老百姓也让全世界更清楚的看见中共的残暴的同时 看出它的虚弱来 看得出它内部的分裂命不久矣 同一天另外一则消息 其实要比上述的人民日报理论学习要来的实在 什么消息呢 就是迎来了国务院 稳增长、稳市长这个什么 这个保就业专项督察组 有多少个省呢 大概有十几个省陆陆续续的迎来了督察组 而各个督察组组长的身份也陆续曝光 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很有意思的 这5月25号李克强召开的 从中央直通中共基层线团级的万人大会 是非常紧密呼应的 大家知道当年林彪 这个1971年913 对吧 9月13号摔死的 摔死在温都尔汉 周恩来是在1973年8月 中共的十大正式宣布的 说林彪叛党摔死了 这中间隔了两年 所以为了保持中共这种高层的所谓稳定 和所谓的领袖威信 隐瞒了两年 但是其中他也怕各级领导不理解 还继续说林彪同志永远健康 这就不合适了 对吧 人家已经不健康了嘛 于是各种不同级别的吹风会一直都在开 不要说别人 就说当时在江西下放的邓小平就被传达了四次 第一次呢 别人都没有专门传达给他听的 毛泽东在913事件前后讲话传给邓小平个人 毛泽东说邓小平跟刘少奇要区别对待 百万雄师过大将邓小平是起主要作用的 实际上那个时候 毛泽东已经在什么 已经在抛弃林彪之后 开始安排邓小平出山了嘛 已经在做这个叫干部准备了 尽管当时中央最高层制造林彪事件的 都表态说谴责林彪 林彪叛党 我们跟他划清界限 毛泽东不相信你 是吧 用了很长时间去考察新的这个领导干部人选 最后定下来花了什么 两年时间 最后再公布这个事情 是这么来的 现在也一样 首先就是要让各省高层知道北京究竟发生了什么 哪怕是小学生的脑袋都知道啊 全面清零 全关起来了 城市封闭起来了 没有经济活动了 道路不通了 那就是跟经济恢复背道而驰嘛 怎么可能有两个矛盾的政策同时执行呢 让各省第一把手 第二把手先明确了 究竟哪个是玩真的 哪个是面子上的 这就是国务院的督察小组到各地的关键目的 这就等于什么 是中央最高层出现了关键性领导人士变化之后的一个摸底吹风会 你看国务院下来的领导 各个督察小组组长 他未必都是搞经济工作的 那么各省呢 书记省长 他未必也就这么精通经济工作的 所以这种所谓跟第一把手的这种吹风会 这种督察组 督察会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经济目的呢 就是告诉你政治风向 所以今天时间有限 不能咱们一一展开 看看督察小组组长到底是谁 他什么个背景 我给大家一个线索吧 就是大家可以 就在大陆也好 哪也好 就是公开媒体可以了解信息的 大家可以跟我这样去做一个功课 就是把目前下到各省所谓抓经济工作的这些督察小组组长 这个国务院各部委的这些一把手二把手 他们的身份的背景啊 政治站位了解一下 就非常清晰了 你看看他们有没有明显的习近平浙江福建旧部 这个事情我们大家一起做 一起扒扒皮 会很有意思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是吧 咱们一起动手推倒这座开列的墙 好 谢谢朋友们观看 我们明天那个会员网站的读书节目暂时还没来得及更新 我会在漫谈节目当中呢 继续跟大家见面 好 今天就到这了 晚安